钓到这条鲤鱼就奖励你500万 哎你别不信 在澳大利亚举办的钓鱼大赛上 裁判会在比赛开始之前 会将芯片植入一条鲤鱼体内 只要谁能钓到这条鲤鱼 就可以得到500万的奖金 而钓到其他鱼类就要放生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简单 就是因为鲤鱼在这里已经泛滥成灾了 原来鲤鱼属于澳洲的入侵物种 平均之初的目的是为了净化水鱼 后来水质确实变干净了 但更大的问题也接踵而来 鲤鱼没食量大繁殖快 再加上没有任何的天地 很快便成为当地的小霸王 不设本部鱼类被欺负灭绝 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而本地人又不喜欢吃鲤鱼 所以政府中场500万追捕芯片鲤鱼 只想联合全民行动 彻底消灭鲤鱼 怎么样调友们 行动不如行动吧 另外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来消灭鲤鱼吗